好 還要提醒您呢 開車上路 記得盡量遠離大車 桃園市盧竹區 今天上午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一名五十七歲的機車騎士 在停等紅燈的時候 卻在綠燈起步的時候 因為重心不穩倒地 就這麼剛好 倒在一輛大貨車的車輪前 綠燈一起步 騎士當場就被碾斃 我們就要告訴您 大車因為高度高 有非常多的視線死角 所以不管是大車的A柱 或是這個內輪差 或者是他的正前方 或是正後方 都非常的容易發生意外 馬路上一排車輛在等紅燈 綠燈了第一輛機車起步 後面車輛也接二連三出發 忽然之間一名機車騎士 起步後疑似重心不穩 車身搖晃 連人帶車往左側倾倒 這一倒竟倒在左後方 大貨車的車輪前方 接著大貨車綠燈起步走 當場從機車騎士的頭顱 碾過 畫面觸目驚心 後方一排車輛嚇到停下來 一旁的機車也停在路邊 我們遠景到達現場之後 有針對零性大貨車的駕駛 做酒精測試 酒精測試是零 照視責任歸屬 我們要調查相關的原因之後 再來釐清 究竟零性男子 為什麼會突然倒下 原因認為釐清 畫面中路面並未凸起 男子究竟是重心不穩 還是身體不適暈倒 仍有待調查 提醒民眾 用騎車開車上路 務必要小心大型車輛 保持距離 以確保自身安全 華視新聞 吳全員 黃冠傑 黃昭聖 桃園報導